好,那因為現在時間已經是十點了啦 那我們今天這個,因為原來這個講師 我先介紹他一下,他還是在路上 因為他剛才中門站退房,然後現在衝過來 所以可能會晚一點點到,會晚一點點到 那總之我先介紹一下這個題目 我們當時邀請他過來的是一個什麼背景 就是說這個王偉老師呢 他是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的老師 這叫數據科學工程學院研究員 那總之,這個議程上都有啊 就是他很多的單位,裡面沒寫到 還有他開源社理事會成員 就是他也是那個,我們這次開源社的成員 那可能有人第一次聽到開源社 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他是2014年成立在中國的一個開源聯盟 就是由這個中國的知識開源的企業啊 然後這個個人啊,社群啊,大家組織在一起 然後這一次我是,就是一個出品人吧 把開源社,因為我是台灣人嘛 但是我現在住在大陸 所以我就把大陸的開源社的朋友們 帶到台灣來參加Cosca 就希望他們也能感受一下Cosca的成為 因為我從2009年就參加Cosca到現在 過去也都是志工啊,或者是工作人員 大概是這樣 那他這個議題呢,你可以看到寫的是英文的摘要嘛 不是他故意,不是他故意就顯得自己很厲害啊 而是說,這個議題其實呢,之前 他是在今年的幾月,今年的六月嘛 在那個,就是上海有一個叫做 Linus Foundation大家應該也知道啊 就是Linus Foundation會在中國辦一個大會 然後呢,就是在那個會上他講的這個議題 那所以呢,他摘要就懶得該了 就是還是用原來的那個內容嘛 那主要是希望,因為他也是老師嘛 然後又在那個學校開了開源的課程 可以說,他可能是全中國 我不知道是第一的,但是絕對是少數幾個 欸,王老師來了 就在中國是少數幾個 就在中國是少數幾個 把開源納入正式課程的教授 所以既然王老師來了 你就準備一下把你的電腦拿出來 我再介紹一下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個 教育在開源還是很重要 那今天的下午 在BOF方面還有開源教育的BOF 王老師也是其中一個 就是其中一個這個語彈人 所以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聽 不過今天這個主場是王老師 下午的BOF大家可能搶著講話 可能不一定講得到話 因為老師比較溫柔的理 啊,所以不會搶話講這樣 對,所以就是這個 總之大家有什麼問題啊 我建議是說 王老師你也不用講特別久 就是有什麼問題 你可能先簡單把它講一下 然後大家可以交流啊 或啥的 對,然後呢 在座我們也有好幾位開源社的朋友 那我們也都對於開源 不管在各界包含教育很有興趣 所以可能在會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會七嘴八聲的說 來,你這個介意 我介紹 對,看你要用這種 拍中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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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中 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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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穿我穿就穿 其實很瘦的就穿 其實很瘦的就穿 對 可以 你們要塞 那會也想參加 人現在看不就塞得順嗎 還可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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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 PVD裡面的 內容還有視頻 好 那 那個 我先開始給你教練 哈哈 非常好啊 那每個正好趕上 都是正好 非常 打車 然後到這邊 一路很順利 十個鐘之內把事情全部搞定 對 剛剛錄像應該對我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大陸的那個華盛師班大學的王偉 對 然後呢 弟子在高校 從事 課員教學相關的一些事情 對 那我真的呢 實際上是 17年和開原社聯系上的 對 然後呢 加入開原社以後 就是和開原社這幫人一起來玩 對 然後呢 實際上我 現在的整個 課研教學這一塊 已經深深的被 Open Source這件事情 所影響了 而且我覺得我現在 做的 所有的這些事情 其實都會被Open Source來推動 並且我也會開始去 用著去擁抱 我們做成這件事情 對 那我今天給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這邊在高校裡面做的一些 和我們開原相關的一些事情 當然有些事情 可能最開始 並不是說和開原有多少關係 但是呢 你做著做著發現 其實關係蠻大 對 而且這件事情 很可能因為開原這件事情 很可能可以做成 這是我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對 我一會兒來解釋 這個是受周明輝老師的啟發 還有一個方向 叫開原數字社會學 對 我這邊呢 希望是從教育 不光是社會 還有對人的教育這塊 也會去做一些這方面的 會有一些事情的 而且會有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來做這塊的事情 對 我也會給大家到來介紹 對 那我們做這件事情的一個 一個緣起 對 就是為什麼我們 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 都會和開原能夠結合起來 並不是說 我有意思的說一定開原不是毛 開原這件事情呢 很酷 我們要把我們的事情 一定要回來會接 對 真的是因為現在我們 因為我是做 集團級教育這塊 可是也是集團級的位置 然後我們在現在高校的 教學過程當中 其實你很難 你很難去 綠過他們 其實你沒有 不是開原的一些工具 不是開原的一些內容 學生去教授 對 因為在大陸的話 其實現在有一個運動 我們是做運動 叫做新工科 就是對工科教學和研究的一些改革 就是落地一些像大數據的專業 落地一些像文工資等的這些新專業 對 真的是在那個大陸是現在做的非常多的 像大數據專業 已經大概有五百多所學校已經在提了 然後呢 從去年 今年開始 也陸續再上 那我所在的華東師範大學 其實就是數據科學與工程學院 這樣一個新學院 那我們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會碰到一些問題 你要去給同學們講大數據 你要去給同學們講文工智能 那你一定會去講像Hedu 像Hedu 你要去講名 你一定會去講Docker Covidnetics這些東西 這是我們在教學當中 你賣不過這種 開原的這樣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新工科的一個新的特點 就是做種實驗型 那你做實驗 特別是玩直接開原軟件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碰到很多的挑戰 比如說 巨大環境多項化 對 你去教一個大數據的課 你教一個定居上的課 你要去裝很多的一些開原軟件 你要在不同的環境和一些OS啊 一些一些依賴下去去配置 第二呢就是現在整個開原技術的生態 快速的在加速 那我相信這幾天的幾十個 幾聲很多 都反映出了這樣一個特點 它的技術迭代在加速 第三個呢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一些軟件 它都是分布式軟件 然後呢就是計算資源 或者是去做AI的時候 GPU可能都有些訴求 所以它的計算資源效果 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個呢就是優質內容 其實也是非常匯乏 這個實際上就是 目前你在高項目去開展 無論是理論課還是實驗課 其實都是會碰到這樣一些 一些困難 對那我們實際上是從17年開始 那是16年就開始 就琢磨一件事情 就是有沒有可能在 教學這個場景下面去構建一個 實訊平台 那實際上我們從16年開始 17年18年 然後到現在 基本上就是來出來 我們稱之為的一個 在線開放的一個 一個實訊平台 那實際上這就是我們 這個事件緣起 然後呢我正好是 17年加入到開源社 然後我們現在整個平台 平台的構建過程 實際上我們都是 往開源的這個方法上去套 然後呢我們整個平台 我們的工業也是想辦法 做什麼的開源項目 不光是平台本身 平台上面的所有的內容 其實也都按照這個開源方式來做 那顯得先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平台是什麼樣的 一個形式 對這是我們大概17年起 這個一個形態 其實就是一個類似 從表現形式看 就是類似一個虛擬專業的東西 只不過它的背後是無線 你要玩一個R 你要玩一個MathLab 你要玩一個Hive 其實它背後是放到無線裡面 然後正面的是你的 一個試驗指導書 我們當時其實也 因為要落地我們大數據的客戶 我當時也做到非常多的一些試驗 然後用的一些軟件也是 包括還有還有HPS 還有ARP 這些東西 還有一些安力 把一些數據給你加進去了 那我們做完了以後 除了我們自己用以外 我們還做了一些輸出 給其他幾個學校 以項目的形式 給他們去賣了兩套 然後呢 這個是18年的時候 來到華東市大 以後我們把這個平台的體驗 包括它的美工 繼續優化一下 然後呢 到18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基本上 把 除了視訊以外 我們把視頻也可以放進去 來 一些暴目的 所有東西都會往你們去 去加進去 然後呢 這是我們上課時候 在做Python的一些視訊 然後呢 還可以交對 還可以把YID也放進去 也可以在上面去 去做一些相關的一些事情 然後呢 真的是 我當時的一個數據科學 與工程導論課 就是用這種方式 給學生去做實踐以後的大作業 大作業 大作業呢 實際上 實際上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學生有足夠的實踐 訓練的話 他是可以做出一些 比較有趣的一些作品 基本上就是為了學生自己 學生也關心房價 他也會去看房價這些東西 而且我們那個班有三組 有三個部學都做了 二手行相關的項目 當然更多的是 包括詩呀 編影呀 娛樂呀 主要就是和學生相關的一些事情 然後今天呢 就是我們又 又把這件事情 想拓展到 精管藝術文史詞的這些專業 就是我們除了 自己專業上 這門退彎 我們想把這門可推廣 當時的一個挑戰就是 非編繩原類 我們當時就用了一個Line 是吧 比較著名的一個 圖形可實化的一個工具吧 通過這種拖拉的方式 因為有我們這個持續平臺的基礎 我們把Line 非常努力的 集成到我們這個平臺裡面 學生不用自己去裝 打開瓦覽器 就可以去用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也開發了 大概十幾次的這個實驗課 對 然後這個呢是 非基礎 非那個IT類專業的 同學做的 對 實際上也是可以看到 就是有 足夠的訓練的話 也會去 也會搬家 房間 也會去 有做的一些 一些一些輸出的 對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 後面呢就 會 有一些總結 會 一些思考吧 其中也可能就是 我們會看 基金克斯拉 能講各主 他之前有個一句話 就是 我們所使用的工具 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 和思維習慣 從而言深刻 影響著我們的 思維能力 那我們 接下來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想把這件事情 做成一組基礎服務 基礎服務的話 就是像目客一樣 目客這件事情 應該大家都比較了解 現在基本上就是 全市的方法內 都可以去分享這種 優質的可乘資源 整個目客 更多是 以視頻的方式去做 等到我們就提出 你們的 使訊這些事情 做成的目客一樣 做成一種大規模的 開放的 一些是在線的 這樣一件事情 人目客其實已經 某種程度上 是比較成功的一件事情 等到我們在 使訊這款式也可以 存基於雲的 方法呢 24小時 能夠繼承 各種環境 然後我們的 課程講義視頻 很配合 還有老師 能夠做互動 還有 把上課的全流程 都能夠感通 對 那為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一些創新 包括在技術上 我們可以做 然後呢 在模式上 甚至在業務上 都可以去做 在技術上呢 我們把實力委屋 希望能夠做成一種 做標準化 對 標準化的盤就是 用現在標準的技術設施 標準的環境 再用標準的內容 標準的技術設施 是 因為現在 正好是 我們說我們從16年做的時候 正好是容器 所以當時是 全部是以容器 做成為標準技術設施 然後呢 在 實際上環境這塊 基本上就 我卡爾到目前 以公文的形式 有YBiE形式 以這種 圖形互接面形式 然後呢 實際上 剛才大家可以看到 實際上可以繼承 任意一個 web的一個應用 都可以放在裡面去 我也特別來展示 它一旦能夠 繼承任意一個 web技術的時候 其實可以做 非常大的一些拓展 然後最上層就是內容 包括文本代碼 文件 文化 還是我們這件事情 那有這個以後實際上就有 非常多的一些 一些一些玩法 你可以做視頻課 對吧 你可以做這種 傳統的這種 在文化的環境下的 這種 那個 電視語言類 你也可以做 類似 Testflow的這些課 也可以把 像 GVN 这種東西 集成進去 這樣的話 就所有東西都是在一個 平台上面 使用 打開一個IE就可以了 對 然後呢 還可以做所有的 比如說 一二電視能 Scrash 我們就放進去 這是我們已經 集成的 這些 環境 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GUI的 主機化 運動機面也可以 外賣D 其實也是可以 所有東西 得往裡面裝 那更好玩的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其實還有很多 一些外賓應用 外賓應用 就是一些可惜化的 教育式的 就是你在上面去 比如說你要講 KNN算法 你要上面去點幾個點以後 實際上 你就可以去可惜化的 看到這個算法 它的一個 運行原理 這塊呢 其實在那個 計算機基礎教育 還有通識教育 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即便 因為剛開始在不了解這個算法 細節的情況下 就是可以看到這個 可惜化的 這些東西 這個問題實際上 散落在世界上 比如說FeedHub上的各個角落 如果把這些好的這些東西 集成起來其實是能夠非常好的 支持我們現在的一些 教育情況 還有我們的比較更加 Fancy一點的一些案例 其實也是一樣 對吧 你可以把這個 視頻都放到裡面來 甚至可以讓學生 直接把一些代碼傳上去 可以實施看到它的這個效果 這樣的話呢 對整個教學過程來說 實際上是一件 非常有幫助的事情 實際上我們現在 就是希望能夠開發出 一系列的這些案例 能夠幫助同學們 更好的去掌握我們的一些 一個繪色的傳統 通過繪色的方式 去做的一些事情 等到這些事情呢 實際上我們把它做了一個抽象 我們把它叫做交互 就是一個食慾經理課 其實就是把我們剛才那些 模範組裝起來 這樣的話 學生在學習和操作的時候 通過和我們之間的一些交互 比如說這個代碼的輸入 代碼的彈 然後一些視頻的一些 數據的一些操作 然後打到一個更好的 而不像我們目客一樣 只能對它去看這種被動的狀態 當然它的最終的演化的一個旗幟 那我們希望是做這個遊戲化 遊戲化就是準備好 那種互動的這種學習方式 那在學習模式上 其實可以我們也做一些總結 第一個就是我們傳統這個 超市自選 就是所有科的自由都沒有你想看得到 就看得到 第二個就是一個目的向導型 我只給你一個入口 照著我入口做 第一步做完了 你通過了 我採訪去做第二步 第二步做完了 採訪去做第三步 然後我這裡面都會有一些判斷 比如說你輸了自己去 然後我採訪去做下一步 這樣的話就是做的 對初學者來說是非常有細膩的 第三步就是自由探索型 就是給你一個環境 給你一個開具 給你一個最新的 Cubernetes 給你一個最新的 Test Blog 這樣你們自己去玩吧 這樣的話就是可以幫你去弄 對 因為 因為很多時候我做報告的時候 網絡都不太順暢 所以說我現在都是 用一個視頻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是一個Coinetics 的一個 當時在Covidcom上講的 就是為實例 你可以這種Routine的方式 一步步步步步 讓初學者去最直觀的去感受 一個Coinetics 怎麼去做一個案例 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實際上就是帶著同學去 去弄你這些事情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 也不算是非常放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覺得 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們把這個課程的 做課程的模式 我們把它 用開源的思路去做 傳統做課 那基本上都是老師 在這下自己去做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觀察到 越來越多的課程 其實都開始放在這個Hub上 那放在這個Hub上 往往它的一個最簡單 就只是把它當作一個數據庫來用 但是呢 GitHub我們知道最重要的起座 還是它的寫作 它是一個寫作品牌 對吧 實際上讓我們 做了一個詞 叫做GitCourse 其實我們希望 特別是實訊課 實訊內的課 它實際上是有代碼 它實際上是有文字 還有圖片 以及相關的東西 我們把這個東西 做了一個標準 對 只要是這個標準呢 在GitHub上去做的這個課 是可以直接 對我這個 開始透露這個網上去讀的 實際上的話就是 我們希望這個課程內容 它是活的 對吧 就是你跟公共軟件一樣 你不斷地去點化 不斷地去 去疊待 那這是規範 當然有了這個東西 有什麼好處 我會講 這個就是你的課程製作 可以和一個軟件開發 它的流程和那個協動模式 可以是一樣的 那有了這樣一個框架以後 那其實我們的內容的生產 其實就有非常多的一些可能性 這就是因為我們剛才前面提的 現在高校裡面 對這種先進的技術的內容 我們是非常困難的 那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可以自己做課 對吧 我也可以 我們的那個學院 其他老師一起來做課 我還可以把一些暢銷書的 一些對應的實訊課程 幫它上門來 更重要的是 真正的新鮮的一些內容 其實全部都在這裡 都是虛擬的 是吧 出了一個新版的 是吧 Google又發出來一個新的開設項目 這些東西其實我們覺得更是需要 轉換到我們的學校裡面去 包括目前的企業 對開業相對去推廣 對吧 實際上我們也觀察到 包括這兩天的活動 對吧 很多一些廠家其實都有 一些對開業相對宣傳的推廣 其實是和高校裡面的一些訴求 實際上是能夠有非常好的一個武器 這樣的話呢 實際上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多方平台 一方面呢 是連接不同的一些內容 另一方面呢 就是連接我們的用戶 我們的用戶其實是可以 除了高校裡面的 甚至還可以是中小學 還可以是市場裡面 這個就是一個真正的一個 互聯網平台 對 那這件事情我們在做 我們覺得可以一直做 並且呢還是有機會能夠去做成的 那那就是說我們有機會 就是開源時代的這個 全民計算機教育 有全民計算機教育 那全民計算機教育 我們去多說 就是 國內說了給他多了 就是我們現在能夠整理大數據 計算機教育非常重要 好 我最近不是剛來台北這件事情 去逛陳永濟店 那我發現這件事情呢 不僅僅是我們大陸在大力渲氧這件事情 其實臺灣也增加 這臺灣這一個 也是算是一個心得比較粗版 也是 軟體打造 城市設計是下一代最重要的 生存技能 軟體正在吞瓷式電 軟體正在吃下全世界 實際上就是我們計算機 教育這一塊實際上是越來越重要 它不僅僅是專業 它實際上是一個 必備的一個技能 那這件事情實際上在大陸 是非常焦慮的 所以我大陸 從教育園開始 從小學開始 都在開始推計算機的 這種全民教育這件事情 對 那從我的角度上來看 其實是有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用開源的方式 來讀計算機教育 第二件方式是用教育的方式 來讀開源這件事情 這個實際上是 是我提想做的 當然我們現在 可能還屬於第一個 因為我現在所有的上課的內容 上課的技術 全部是用開源裡面來的 但是一旦我把這個模式 能構建好以後 其實我可以開始教育我們的用途 我可以開始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這個是我們後面要做的事情 對 那 那這個是 這個是高中和幼耳邊是一種東西的 在這個也是我們做的 其實也是一樣的 對吧 在我這個模式下 把scribe放進去就完了 然後把那個課程內容放到這邊 其實是一樣的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在做 那個 我們和科教書版社 那個 大陸是2017年制定的中學信息技術的 課標高中 然後呢 從今年9月份開始 新的信息技術的教材 就會在高中裡面去商 今年是9月份第一次 然後呢 我們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 就是把信息技術的這幾門課程的 實訊資源 我們發到這個平台上 對 並且這個教材 本身有一本就是我們寫的 因為高校的信息技術的教材 都是由示範學校寫的 這個可能和台灣這邊不太一樣 因為高校它是有限制的 別的學校是不能夠寫的 並且別的學校 即便你寫了 這些教材是進不去的 它是有指定的 只有補套教材是可以的 可以寫的 現在 全國 全國方面之類 但是它有補套教材 在可能每個學校會選其中的某一套 我們是五套教材之中的一套 就是這個 就是由那個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它指定到五家出版社 只有那五家出版社的教材 能夠進入到學校裡面去 這和大學的不一樣 不能自由選擇 不能自由選擇 中學的高校是不能自由選擇教材 但是它可以選擇教育 大學可以 大學可以 自由選擇 大學可以 這是不一樣 我是老師 我可以有課本 我甚至沒問題 講義就可以 對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實際上做一個效果 其實也是一樣的 跟剛才 只不過呢就是 比如說第一個 這個就是 比較累的研究 點進去以後 就是 左邊就是 課本上的內容 右邊呢就是 課本上內容 配套的一個 一個 一個東西 實際上就是一個 劇本上的 notebook 一個markdown 就是你可以把課程 上的有文的上的東西 給我們分享一下 對 右邊就是 等級的 就是一次在 名上 那你名下的算定 是不是也是學校的 嗯 像你做這個 需要一些算定 請求 需要 那學生用要付錢嗎 不用付錢 對 因為國家有資源 是可以支持的 對 因為我們現在想 改變學校的模式 學校現在的模式 是自己購買 福氣 自己去建小型的書籍中心 但是呢是我們希望做成公共的服務平台 然後免得讓學生去用這件事情 對 二零雲上面 目前在二零雲上面 對 其實本來是可以放到我們學院的 但是我們知道 大陸高校的網 有時候是不通的 哈哈 那你網上就是 你要付錢 嗯 目前我們只是把那個 借用部分放到二零雲上面 我們是自己 對 我們實訊部分 是可以直接打通到我們學校 就是 就是 這塊內容是 用了學校的資源 這塊內容是 然然里面上 就是 有些人要畫資源 我們只要進入網絡 對 這是要畫資源 對 就實訊部分我們都放到 我們甚至希望能夠 把高校的這些內部資源 都能夠統一起來 對 因為高校裡面的資源 是不用去支持這些 可受法的東西 它只能起容器的玩 對 它最後所有的都是只能起容器 容器的生命 對 我們希望把這道的 看有機會能夠 能夠打起來 變革 那我們就希望看開源 有沒有機會 改變我們外來教育 我是想做這件事情的 那這個是訴求 對吧 今天幾乎所有的技術 先進技術 都是由工業界在營業 對 幾乎所有的 在中國尤其明顯 對 中國高校 這個是這個 這個我們等不吐槽的 對吧 每個高校的創新能力 確實還是很強的 我們幾乎都在 包括 而且還跟不上 還是跟不上 社區 開源社區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喬 對吧 從開源社區裡面去汲取 我剛才所說的 不光是你的工具 還有你的內容 而且你也沒有別的選擇 正如我先說 你現在去加大數據 去加物理計算 你也沒有別的選擇 對 然後呢實際上高校裡面 其實就做幾個事 教學 那個科學研究開發 還是文物 其實就是這件事 對 那我呢實際上是 希望能夠見識一個 這樣的一個 以開源驅動的 這樣的一個 那個人才培養的一個體系 對 就底下呢 當然就是 你們可以提供 像一個服務 還有我們自己做的實訊服務 然後上面有一個高校的 開源教育創新平台 然後呢 高校裡面呢 很多那些科研教學活動 都在這個平台上去發生 比如說 可以有托管 相互托管 可以去放 可以有什麼 可以把我們的客人資料 都放在這個平台上 實際上 現在已經這樣做了 比如非得哈 可能都是這樣做的 只不過他們就 沒有什麼規範 反正他就按照 我們 比較 比較那個 隨意的行程去去放 還可以做這種單線視訊 就是我們做的 還有客人作業的管理 都可以放在那邊 各類學校的 比賽 支持的一些管理 包括科研項目的一些管理 其實都在 那個 平安雲之所以推 就是他覺得高校有科研項目的 這個訴求 對 但我覺得我跟他們一點 有點不一樣 對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做的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呢 你要做成一個公共服務的話 學校是做不了這件事情 即便是國家有資源的投入 也做不了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現在 國防科大其實也在做 國防科大其實也在做 國防科大是和馬尼在合作的 但是國內的高校的體制限制了他們 其實我個人覺得其實有一定的問題 然後在教學上 教學上就是我們馬上要做的事了 對 開了課程這些事情呢 其實竹門了很久 跟表偉喊了兩年了 哈哈哈 想對了 我們終於要做了 實際上呢 這件事情呢 不是我們那個 自己在那裡開 實際上是國際上 已經是這樣做的 對 這個是康奈爾大學的 軟工程 它是Omsource 收入軟工程 Omsource其實 你會發現越來越多的 你要去教軟工程 怎麼講 其實你會發現越來越會發現 你沒有別的選擇 你就只能用 Source的這種方式去教 收入軟工程 因為所有的 軟件工程的一些新的技術 全部都是從事裡面出來的 對吧 以前我們還是為企業軟件 突兀的那種 對吧 今天敏捷的 其實那我相信很多 都狀態 學校裡面幾乎是 教表敏捷這件事情 大家Omsource以後 也肯定又好一點 對吧 OA其實已經 一定有過這方面的嘗試 那我們呢 是從9月份開始 我們在華斯大會有的課程 叫做開源軟件 設計於開發 對 那這件事 我們自己說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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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一樣 我們會有 是我們建設的開發 對 對 開源軟件的幾個核心成員 一起來傳的這個課程的 嗯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意思 對 為什麼這樣做 還是因為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不會 呵呵呵 就這麼遠了我們不會 我們一定要請企業界的人 來幫我們去做這個 對 但是你會發現 即便你把這個目錄 即便你把這個目錄給設置出來了 你給學生去看 你說他 你覺得他感兴趣嗎 他肯定會非常感兴趣 他肯定會覺得這件事情 他學出來以後 對他來說是非常好 我相信所有的部主 看到這個東西以後 都會覺得 如果真的是 按照這個方式去培養給學生 他會招嗎 他會要嗎 對 我相信這個毫無事疑 這是一學期的課 還是一學禮的課 啊 一學期的課 華斯大的學禮比較長 有18週的時間 18週的時間 一學期三個兩多 可能是多我的知識 一週 我們這麼個這樣的 一週上兩次課 一次課是 一個小時40分鐘 對 其實他的課時還是有的 只不過我們想把它 塞進去的內容 更多 對 所以說我們會 還是那句話 我們會實踐 我們會實踐 那這個呢 這個目錄其實只是理論部分 那更重要的 還有一句話 就是實踐部分 對 實際上就是我們希望 在理論指導下 學生能夠參與到實際的 開業項目裡面 可以做出貢獻 對 這個是我們希望的 比如說我們 我們交易比較多 可能有可能用 Paycoin 做成裡面這個 一個想法 讓學生 甚至是我自己的學生 加入進來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至少有一 兩個人為核心 來保障這個項目 等到你這學生結束以後 能夠做出一點事情 只要把這個流程 我覺得它玩過去 其實對大家來說 其實也是應該非常好的事情 當然除了 可以混以外 我們還想去 call這個項目 當然這個項目的話 不是你丟過來 要陪導師來 要導師來知道 我們的學生 來做 那個 上一個座的介紹 B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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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現在 希望人家去幫忙 就是 好的好的 好的 看看你們機會 如果可以的話 你是可以把他的東西放進來 我想做大學 OK 那除了教學以外 到小孩做 第二次就是做科研 對吧 做科研研究 做一些工作 那這件事情其實 就 以我們的這個平臺 為 為核心 在上面去做這些事情 對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是挺困難的 對 因為我高校那個 至少在國內啊 我不知道那個 台灣這個怎麼樣 很多老師已經不太入圍 在學校裡面 能夠構建 系統這些事情 對 包括周老師 周一哥老師 通過 他說 學校構建系統 這些事情 一定不可能的 哈哈 這件事情是企業幹的事情 學校裡面 就不要去想 去想要去構建系統 這件事情呢 因為一是 系統現在越來越浮 啊 有學家的這種 能源流動 有沒有一個好的 相當管理 是非常能去構建 一個實際 可以用作生產環境的 一個系統 那實際上對於我們的 挑戰來說 如果我們要去做 開副Coding 工夫編制這件事情 其實你 就是要把這套事情 給搞定 即便是這樣一套事情 在高箱裡面搞定 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可以怎麼說 最大的挑戰 因為幾乎90%的老師都 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你怎麼去做 對吧 那這些事情就是 好在說我沒有朋友啊 做不兩次都會找難做 對 包括我的幾個學生 還有就是 其實我們就是 參照開源的這套模式 去構建我們這個 研發這個流行 對 實際上就是 就是用 slap iqlap 包括我們 我本身也是 這個遊戲的中國使用者 所以我們一般平台 自然來的就是 全遊戲化了一個 一個這個東西 但細節我就不去多說了 我這裡大概給大家 展示幾個基金 對 大概是6月7月份 開始做這件事情的 當然前面有一些傳統 我們以前傳 以前還是按照傳統模式去做 反正沒有任何的最終 對 去中開始把所有的代碼 都從GitHub 那個GitHub上 給到了我自己的GitHub 商工廠 在目前大概有42個 下面 然後呢 團隊成員大概有27個人 然後有10個 group 對 然後這是 相關的一些 一些力量 其實都是我們開了COVID的 一些模塊 對吧 頭端前端 那個 你們的監測 一些東西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的 那個 學生 是我的學生 然後呢 有了這套東西以後 大家可以想 對吧 來了一個新學生 走到你們家 學生畢業了以後 可以繼續看 哈哈哈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可以傳承的一件事情 還可以把你們的部分部分 把抽取出來做我們的開 開那個學生 那個課室裡面的一部分 對 這個是我們的 group 對 這個是我們 這個 這個 這是我 從這裡開始做的 哈哈哈 主要就是 不是繼續 哈哈哈 只要就是規劍 我們做一個學生 好 就是規劍 然後 slack 就是把slack 和我們的 data lab打通以後 所有的消息都是在slack上去去 而且我發現越來越多的都是 機器人自動化的這種消息 你發了那個 那個 你的項啊 你 關掉的項啊 你那個 PR 在你拉上去吧 全部是 從頭上去 打通去的 有了這個以後呢 昨天是誰是老白的吧 我們 搞看員的 天生都是data lab office 對吧 實際上我們也是一樣的 我們大概整理了三個流程 對吧 技術設施層面 應用層面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層面就是 內容層面 把內容層面創作 整個 放到我們的data lab office流程裡面去 實際上就是 我做了一屆課以後 可以馬上到我們平台上去看到 這個課做到一個 有效果 對 因為我們的課不是簡單的 文字圖像 實際上它是個代碼要到 環境 景象 我們盡量去配合 那這個呢 實際上就是 我覺得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內容創作事情要活的事情 那這個活的事情呢 實際上 需要有技術設施去支持 對 比如說我們有三個創作者 同時在data lab上去 提交內容的課程 對 他的提交都是會被 那個 出發 事件 然後在slider上 實際上 同時 並且存到 Gitapos的場合裡面去 然後呢 通過審核 然後測試以後 在cadcode 底下上去發布 對 這套內容整個 製作工具 和我們的開源的模式 一模一樣 對 你做軟件發 一樣的 做內容創作模式 一樣的 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視訊課程 可以去做到 那這個事情呢 除了 那除了創作內容以外 還可以製作我們科研 對吧 科研呢 本身我們做容器開發 我們會對Docker做改造 當然我們現在還做不到 然後 介紹老師一直 詬病的 upstreet 我現在做到upstreet 但是在之前 我們可以慢慢來 我們現在先用了 我們可以先做實驗 我們可以製作我們的學生 硕士博士發文文 我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團體軍戰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在 容器層面上 把跨雲的資源 我們現在實訊這個環境 基本就是把阿里的 Ucloud 還有我們華斯大統計的 四個階段的 支援只能够起來 上面全部都是好的 實驗和明顯 我們稱之為團體計算 其實有點像以前的網絡計算 把分布式計算資源用起來 我覺得這個 是個場景可以去做 一個更好的應用 然後還有做自動性系統 就是AIOPS 速度驅動的 自動化運輯 這個 這個 趙晶宇來其實就是要做這個 趙晶宇來其實就是做這個 並且他就是要做 基於GitHub的行為數據 基於Stack Overload的行為數據 去研究人是怎麼樣去做 軟件開發這件事情的 並且這件事情怎麼樣又反過來 教育人的這些事情 其實他是想做這個事情 然後可以做成 駐地的一些諮詢報告一些服務 而且裡面可以做非常多的一些事情 周明文老師其實就是在做 開語言 數字 社會的學習之間 依靠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做 而且這個裡面呢 大家可以其實想想得到 現在的上面的連代碼和 開發指的行為數據 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我可以知道現在 某項目要補 我可以知道 下個趨勢都可以從這上面來 這是趙晶宇在阿里 把 Kubernetes式的開發指行為數據 可授發出來的一張 其中的一張 就是可以 可以說 Kubernetes之所以成功 為什麼成功 對吧 它成功的要素是什麼 它有什麼套路 它是可以有 背後的一些insight是可以做出來的 我們可不可以看到 可以預測下個項目 哪個項目的成功 實際上數據裡面 多多少少都是有 如果能把它拉出來 其實是可以做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 不光是科學 還是事實上要罷了一些東西 這個樣的表演 對的 可以扣你對吧 實際上如果我們的 軟體開發也好 內容創作也好 都是在我們的GIF 可以做模式上 實際上就可以做開發基地 開發基地 還有用AI去自動生成 這個內容 這個不錯 第三個就是 在學校裡面去做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的話 我們比較 我比較 興趣的是 對吧 因為有開源社很生存 所以說我在開源社做了一個 原來如此的一個平常活動 目前實際上是做了三期了 四月份在華斯大 五月份在武漢 然後六月份在同季 哦不是 六月份是 七月份在同季 六月份是 在扣扣抗产 其實就是做一個實訊提案 很簡單 就是給學校裡面的同學 去帶來一個 必可的一個實訊提案課 給學校的同學 帶來一個 實訊提案課 帶來一個夠的一個實訊提案課 其實就這麼簡單 當然我們的目的不僅僅如此 因為這個實訊課 它是可以承認在這個平台上 對吧 承認上以後 你會把它放在做成教學的一部分內容 比如說人家去教育一段 把Google的實訊放進去 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它 希望能夠把它做成一個實訊課生的一個倉庫 然後如何一個學校高校的可以去用這個實訊課 做成你的那個課程的一部分 然後呢 通過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把社區的一些先進的一些技術 能夠通過這種方式 你都投入到學家裡面去了 這樣還把學生的那個 業餘生活也功夫了 對吧 老師的那個教訓內容也解決了 對吧 然後呢 那個企業的推廣指標也完成了 哈哈 是不是都可以知道 那個輔助我們的夢想 這個我們搞活動的一個 一個 一些解讀吧 要不應該在 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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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高校的太陽社區 對 上週去和西風院的聊 其實就是 讓他們指導 包括我們太陽社的指導 去成為高校的太陽社區 對 這件事情呢 今天我們開眼前後 也是可以做一下的 其實我們做過 今天呢 我在 我在 我在想 因為最近 這兩天 其實又有一些新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思路 對 還有就是基金會 對 然後上次和新冬院 新冬院聯繫的時候 他們現在正在 制定我家的基金會的一些事情 對 我當時一個 四個小時 碰我們 當時也想 有沒有可能從學校 去成立一個 基金會 因為學校有天然的 教育行為 有限制 只能在那個教育行為 像去掛一個 太陽教育行為就可以了 也是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理論上 技術上是走得通的 但 但具體可不可以 主要還是沒有任何原因 我們沒有人 我們不懂 可能還是需要一些 這些 行業的人來 來做 這個是我們 實驗室的一個團隊 最後一個 BPP是 教育的時候正在做 哈哈 昨天回憶一下那個 那個誰呀 李慧 李慧 我現在也發現到一個趨勢 確實是有這個問題 他說的前半句話是 是對的 首先你 不要去工作 我覺得這個時候是對的 第二個 不要去學習 這個可以來高興 現在我這邊的一個情況是 你會發現 像健身老師 像趙欣宇 都會回來高校 你會問他為什麼 公司大概限制太大 公司不能夠支持他想做的 開運的事情 但這件事情 誰可以做呢 其實高校是誰可以做的 高校是一個 其實開運項目本身就是 從高校發援出來的 這是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 所以說我現在 以後 招同學的渠道 我可能萬一都去吧 對 都從社區裡面去找 我只在想 我只在想 現在覺得 我還是勾搭了幾個人 我覺得確實不錯 而且社區裡面的每個幾乎都是 不用去考慮他的民眾信仰啊 知識性的 不用去考慮 真的不用去考慮 公司已經幫你平安好了 哈哈哈哈 好 好 我就說這麼多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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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老師 不好意思 對於高校配置不太熟悉 請你們太想到說 或許他有公職的大部分 维护上的这些困难 而且要长期去维护这些事情 所以主要是先上去吗 不是 第一个是技术上 第二个是政策上 政策就是你在高线里面建了一个 这个是大陆的地方 我相信 我估计台湾很多 就是你要学校的建设 这个Lab的一个平台以后 武器以后 你在学校外面 很多时候是访问不了的 对它是有网络控制 对 而且它就是 不光是我们自己建的 学校本身的服务也会停加 除了主力业以外 可以自然有一个 还有问题吗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不是 学校合理说 教育应该是什么 教育 当然 那你说 我刚刚上有一个 学校团队 是否则 哦 明白 我们觉得Vinibus 是 那就是这这这这 基本的一件事情 不用教育还是要贵 对 因为我觉得全民计算机教育 Vinibus 应该是 合理的听说股学 怎样的事情 Vin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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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讲的是 Vinibus Kernel的原代码阅读 开发模式 开发模式 对 阅读在这里 阅读 这里会讲Vinibus 阅读 对 我说一下背景 这个课实际上是 我们目前是一个专业课 专业课 是计算机高年级同学 和一年级同学 选修的一种课程 它是具备了操作系统 GN网络 先制课的 它已经修复了这些课 它肯定会有Vinibus 肯定会有编程 这是高年级的一名课 我们是三年级的同学可以选 四年级的同学可以选 还有研究生一年级的同学可以选 我们现在的同学是这样的 我想请问 你现在跟教授 比较说 中国在 这种资讯教育 在一种东西 在一种东西 对 那一旦那边 都比较说 那个政策的关系 都比较有差之外 那你就是 对 对 对 那是 我知道的意思 你知道 这两次推动的 不是一波人 对 比如说那个 教育部 对 教育部他会推 每个人都应该学习计算机 这件事情 这些是很多样 科技部也会去推 但是呢 可能网信办 他会觉得 存在一部分的网络安全 可能他就会 在你网络这个程度上去做干预 因为他不会管你这个网络上运行什么 他只是会在网络上去干预 对 这个事情可能 台湾都不太无意义 确实 确实 它是从网络的技术上去解决工作 其实还好 就是据我说 蛮多的好的中国大学里面的研究生史研诗 他其实是很一番强 对 有很多部分 对 那是为了这样 这一条 不是 这是Under table 哈哈 我知道 因为我卖版过满次学校 所以我其实 像有时候我去上海浦高校 不是老师的学校 上海浦高校 然后我接到那个 我有电话我说 怎么可以上海浦高校 他说我们这都可以啊 那我就觉得你 你啥 就是大概 就是大概是这样 对 对 怎么样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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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时间倒好在人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刚才我这个投影件 有片在讲关于一个叫 不是点 有多的点 跟那个 也看我们自己的点有关 那个第一集 那个主观的事情是什么 哦 没啥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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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好不容易 好 哦 这个 点方便算 哪 点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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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对 就这个 那我念什么问题呢 这个部分如果想了解这个 这个物件的关系 其实我终于是去了解什么方面的 就知道这个物件的关系 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先说一下这个东西 它的长期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数据科学证明课词里面 我们其他会介绍一个算法 叫做科学生的算法 对吧 那传统去给同学们去讲科学算法 是怎么讲的呢 就讲科学算法它的历史是什么 基本事项是什么 然后第一步是什么 第二步是什么 然后就是代码 对吧 然后学生去做的事情就是 你把代码去讨一下 然后看到这个具类 然后有一些统计上的指标是怎么样 然后我会告诉他这个指标是带着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也讲不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指标是统计上的东西 计算机的老师其实是不太容易讲清楚 统计上的那些 那些残差呀 那些什么东西的 好 那我们现在 那计算机的同学 甚至非计算机的同学 我们应该怎么讲呢 实际上一个事情 其实你也比较浪 他在讲解开成算法这个原理的这个时候 其实你就要比较说 你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告诉他什么叫做聚类这件事情 为什么是内中它的距离尽量小 而内间它的距离尽量大 本来有了一个这个可视化的识别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它三个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三个不同的类别 对吧 然后你来了一个新的类别的时候 它这个类别分到每个类 其实你可以可视化的感到 而且这个它是直接计算的这个直线距离嘛 当然肯定说的还是抽象的 它是一个无数距离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距离都可以 但透过这种可视化的方式 你可以更好地让学生先从直观意义上 可视化的意义上去知道 你再来它去看那张代码 它就会非常容易地去理解这个事情 那这个东西的是谁呢 不是我的 是GateHub上一个项目的 叫做一个CodePen 就是用这种可视化的外交付技术 它把所有的这些有名的算法 都做成了这些可视化的一些东西 而且它不是一个动画 这是一个交付网页 自己这三个点 你可以设定你的类别是什么 还可以点你的距离 还有越来越多的基于外部技术的 这些教学工具都在出来 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而且它可以教飞机上的东西 你很难去教什么是KN算法 你去教飞机上的东西 但是你做这个图 你可以一下子可以很好的感受出来 对 那我觉得这东西就是非常好的一种 从教学的角度出发的一件事情 那谷歌的之所以 包括它的探测波动做得好 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这些demo 它有探测波动 让你看手写识别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给你去可视化来看 这个神经网络是什么样的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 否则的话你一开始上来一堆弹 真没有多少人都能够去看清楚 OK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再掌声谢谢 我们是大感觉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今天讲话 谢谢